东森美洲电视联手的Unistar演艺经济学院 特别精心策划出了又又小主播报新闻 今天就要来看看7月13号 在美国是什么特殊节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又又小主播张一新 美国的节日 让又又小主播告诉你 2021年的7月13号是 国家薯条日 National Franchise Day 只要提到素食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炸的金黄酥脆的薯条 根据统计 在美国 一个人平均可以吃掉30磅的薯条 不过除了好吃之外 薯条其实也有许多有趣的小知识 薯条的英文叫French Fries 因此很多人认为 薯条的起源地应该就是法国 不过在法国宣称自己是薯条产地的同时 比利时也坚持自己才是薯条的发明地 但是有烹饪专家指出 其实French Fries的French是来自于烹饪用语中的French Cut 意思就是将食物切成细成条 此外世界各国对于薯条的名称都有些微不同 例如美国人喜欢说Fries 英国人主要说Chip 而日本人则会说Fried Potato 但不论名称是什么 薯条一直都是受到大家喜爱的经典美味 又有小主播张一新洛杉矶报导